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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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方塊 方舟的世界 我是翔龍 上一次我們就是 做 就是在那邊測試說 我們身上有的東西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說我要努力提升等級 結果 我偷偷作弊 那個時候 我距離進到路之前 還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偷偷的給他用了 那個 黑類星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為什麼 我就直接 非常大方的 給他用了 那個 指令 嘿嘿 所以我現在變 70等啊 恭喜 幹爛透了 沒辦法 因為那個等級用太多了 然後我在那邊把這個 我好不容易把這個挖 原本他跟他這個那麼高吧 我把它挖 挖坪中 我到時候應該要把這邊整個挖掉吧 這一區啦 然後 來把 我們加在擴大 這樣子 應該會啦 那我們現在70等了 那當然是要來抓一些生物啦 可是在抓生物之前呢 要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些東西 喔 這些東西 不好用耶 我做了超久耶 就是 首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叫什麼 我也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欸 工業熔爐 那他是 比熔爐還要更先進的一個東西 那熔爐的話 他只要用木炭 用木頭 就可以生火 然後來 燒什麼 金啊 銀啊那些的 可是這一個 工業熔爐的話 他最主要是用 我們 我們那個 70等會學到的東西 叫做鋼 鋼錠 對 那鋼錠的話 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可以用來做 我們現在手上的東西 鋼鎬啦 鋼斧啦 還有沒有鋼門 哈哈哈哈 現階段應該還做不出鋼門啦 對 就是可以做出這些 可愛的東西 就是 這樣的話 我們砍的 砍的速度 比較快 我後來有做實驗了 我有跑去 那個 砍 沒有那邊有狼人 那邊打邊講好了 就是我有跑去砍那個 狼人 不是砍狼人 跑去採集我們的道具 那是不是會真的會比較快啦 就打贏的那些有沒有 會比較快一些 就是 大概兩三下 原本可能要打個四五下才有辦法解決 他兩三下就解決了 還不錯啦 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你知道的 這個如果不能接受 我不知道我能接受什麼 畢竟我們這個本身就是要趕快打得快一點 不然的話 欸 那邊 用這個也很累捏 不要看我這樣子好不好 不要看我整天那邊 欸好像是 沒什麼 不是真的沒什麼 哈哈哈哈 還是會累啦 真的會累 你就一直在那個 密閉室空間裡面 看著那些東西 類似一種心累的感覺 真的會心累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個 生物放開的儲藏櫃 我放進去也都沒有顯示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要重新放進去才有 超詭異 你看要不要重新放進去他才會有 好啦 理他 然後 因為你用 當然你做這一個 你要做這一樣東西 工業熔爐 他需要的道具 那個又要從這邊來 從這個 機床 我記得他叫機床 對 然後機床呢你要有這一個 電路元件 電路元件 又需要監禁 所以我特地來跑去沙漠那邊 沙漠有些地方會有很多監禁 請這個到時候我會再跟各位說 如果各位有興趣聽的話 然後才跑去做這些鋼錠什麼的 然後這些他媽的多難做 然後我逛那時候用這一個 我就快開笑了 還可以做發電機了 我操 好 那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要先去是黃金秘記那邊 來抓我們 之前曾經有人 建議說可以抓的生物 叫做 精靈龍 我記得還是在黃金秘記吧 風神翼龍好像是在冰天雪地那邊 對那我們來 我是想要去抓那個啦 我要去抓那個叫什麼 精靈龍 對那沒關係那我們就 出發去抓我們的精靈龍 看看抓得順不順利 順利的話我們就回來做一下有關 那個 在我想的時候我順便來打他好了 我們有關那個史萊姆的東西吧 好那我們就直接出發了 GOGOGO 雖然我是很想抓霸王龍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應該 看到他我就痛了吧 因為霸王龍在的地方是 黃金秘記嘛 那黃金秘記那裡其實 不是什麼好地方 那邊好多主動怪啊 我可能光要 光要找那個精靈龍頭就痛了 噢 不用不用不用頭痛 不用頭痛我看到他了 一過來就看到他了 讚 好好吧 看來有點難射 不是射不出去是有點難的 他跟飛馬一樣 就是打了會跑的那種 YES 靠 他掉到水裡了 他會淹死啊 他會淹死啊 他應該是吃魔法薑果吧 他吃什麼元素 我看看 欸 球了啦 他會死掉欸 應該不至於吧 應該不至於吧 拜託一下 我想說最後一發應該不會打到 應該不會 應該可以讓他安穩站在地上才對 結果 剛好下水 我覺得他快敲魔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真的就不 唉唷好爛捏 哇賽 我快給你倒了你 等一下我是不是又變帥了啊 我是不是變很帥 好我今天是不是又帥了 蛤 公威啊 媽的不要以為你們不講話 我就不會對你們怎麼樣 齁 什麼? 媽咧? 說話喔 講話 卡在結界那邊 87 我還精靈龍欸 唉唷 What the? 我剛剛不是讓他追蹤我嗎? 照理說應該不會掉下來才對阿 打我的個怪 那有一隻霸王龍哪有 我們要打霸王龍的意思啊 所以我東西都撿完了吧 媽不要以為你變帥了我就不敢打你了 唉唷有看到了 拿卡住 嘿嘿嘿 好 守護他的平安 就是我卸下來的職責 我先把他變方塊喔 我們先趕快帶回去喔 我怕會有變 呵呵呵 自從 自從之前 自從之前就是 遇到就是會有 會有動物跑過來CAN的時候 我現在就很害怕這種情況發生 趕快 抓了就趕快跑了 你要在那邊傻傻的 OK 好 來吧 我們的精靈龍 先取名字 我現在也不知道要幫他取什麼 等一下他一直轉好可怕喔 他真的是像精靈一樣耶 天空的精靈 他有C鍵嗎?沒有 他沒有C鍵 左鍵 他沒有眼睛耶 他沒有眼睛耶 喔 右鍵這是護盾的意思嗎? 來試看看 喔喔喔喔喔對護盾 他可以讓我們防禦至少10%以上的攻擊 沒有沒有 他不是護盾 他是 他是 我把他停到地上 沒有他飛騎算蠻快的耶 我跟他仔細看的話 他好動畫喔 他好有動畫的FU 我覺得 我把他 沒有辦法 我說我把他變方塊好了 他變方塊收藏起來 我們的飛馬又生了一顆蛋 我現在好多飛馬蛋喔 天空小精靈 小精靈 超適合你的啦 莫名的覺得合適有沒有 超漂亮 Beautiful 他飛得好暈喔 這我覺得他算他的缺點吧 他飛起來就很暈 他跟尼具已經有變了耶 你看他眼睛 變成那個 紅色的 那我的那個 要在哪裡啊 那個石油的 有嗎?應該有吧 我記得我是有石油的那個 我有學才對阿 有有石油 石油史萊姆培養名在這裡 他需要 發電機 我有學了 他要在機場製作 我看看機場那邊需要什麼 電主物 電器的 他需要玻璃窗跟 鐵基地喔 鐵地基喔 幾個阿 你看看 八個跟四個 好貴喔 先放這一個 這那麼大喔 哇嗚 那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讓那個史萊姆進來 抓取史萊姆 使用抓取 收入史萊姆 用木炭作為原料 使用抓取 等一下 他不是在那邊嗎 為什麼不能抓過來 還是因為太遠了 大便 給你沒出來 我看到 我看到一個 我看到一個 像大便的生物 趴在這邊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 然後呢 他說要用什麼 木炭作為燃料 木炭喔 沒有問題 我熔爐這邊很多 木炭作為燃料 你要多少有多少 他那個Bug一直卡在那邊 滿了 滿油 要等那麼久喔 等至少一天半耶 那等一下喔 然後我再把那個油桶放附近 這有嗎 好像也沒有 這有嗎 這個 生物越多 所以代表說 我們要多抓幾隻 是不是 他慘越快 我總覺得這個油管 我總覺得我做這個 根本是錯的 他應該是會產在這裡面 跟那個 這個 這個一樣 他會在這邊產生化肥 應該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 那我們 就 看著這鬼異的東西 這樣吧 他這個應該是 就是可能有地方會有油的 源頭 就跟這個水一樣 有沒有 有水應該就有地方是有油 然後他也是一樣抽群 抽到這個水塔裡面 就像我們這一個水塔一樣 我在想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跳進去裡面 哼哼哼哼 我突然想試看看 我會跳進去裡面 那接下來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搞 他到底多有用呢 喔 可是我要說 他真的太神奇了 你看 等一下怎麼感覺這邊 顏色哪有怪 有沒有 兩下解決 是不是 變成說他打這些礦物有沒有 原本可能要花的時間都要很久 這樣我們就不用在那邊 該死的 暗暗的地方 用到昏天暗地 而且我剛好也需要那個 再挖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趕快升到70等啊 如果有在玩的啊 記得趕快升70等啊 他是個好東西啊 剛搞啊 唉唷 超好用的啦 喔很爛 這邊什麼東西 有都隨便挖一挖就有了 What the 剛搞還可以直接打破這個 魔石喔 太好用了吧 只是變成說 他可能 我們用那個什麼 白骨 白骨法杖的話 可以用 他可以拿兩個 他這個一次就只能拿一個 但比較好的就是 他速度快 有效率 好那我們是這影片 到這邊先告個段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下面點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隨時追蹤最新的影片資訊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我可以看不太好看 我可以看不太好看 我們好看 謝謝